我真的沒有想到我會主持一檔科幻節目 如果我們星際移民了 發明了一種什麼液體 喝一點兒咱就不用種地了 我是戀愛呢 哎呦我的天呀 科學家盯上我們的情感了 人工智能我們也給他發個身份證嘛 我可以定製個老包 全方位超越真實男友的 疫情已經三年了嘛 我就變成個下崗老漢了 電影拍得也不方便 劉慈欣老師的三題我很喜歡 懷著很大的興趣就去做了 節目組把我叫做未來探索科科長 這個是開玩笑的 我主要是一個提問者和聆聽者 很多學者科學家討論對話 比如你像我這種物理化學 都沒怎麼及格過的人 大概也能聽明白 我們第一季一共有八個問題 比如說人工智能 似乎已經提到人類的一個正式的意識 日程裏面了 如果真的像我電影中 那個機器人那麼靈巧的話 我不介意家庭成員有一個是AI人 如果需要我可以給他上戶口 那我自己在這個過程中 盡量地去用一些已有的歷史知識 去橫向地理解 新的科技條件下發生的類似的情況 比如說星際移民 坐著火箭或者飛行器去 闖關東他也是移民 步行著去了 科技條件不一樣 但是為什麼離開 離開之後 包括鄉愁啊 我們會有什麼樣的一個 精神方面的改變 太陽系進行恒星際間的星際旅行 很可能我那邊說一聲問候 你要十幾年 甚至大半生的時間 才能回答我 這是大自然給我們設下的一個很殘酷的屏障 很可能導致未來這個星際之間的 這個文化鴻溝的這個急劇擴大 其實本質上的很多問題是一致的 比如說大數據安排的這個愛情 它就讓我想起著著名的徵婚者 蔡元培先生貼了一個徵婚起事 一個女性她有以下特點 一二三四五 但現在她就可以採集成大數據 進入數據庫 在虛擬世界能夠結緣 文學史或者戲劇史或者電影史上來看 就是我們所講的所謂淒美的愛情故事 大部分都是不被大數據祝福的 這跟大數據不毛添 只是大數據幫你選擇的目標 到底是結婚還是戀愛 還是有那種就是你剛才講的不確定性 冒險型的這種愛情體驗 《科幻電影》 《科幻電影》 發展以後可能我們在我們的視網膜 或者我們的眼睫毛下面 植入某種傳感器 每一個人都有兩塊螢幕 左眼一張右眼一張 它電影變成我們身體的一部分了 我覺得它也是很有美感的 實際上遙遠的過去跟遙遠的未來 它們都屬於科幻的部分 那一天我突然有一個很好的科幻故事 我就可能去拍一部 幾乎所有科學家 科學把我們人類帶到哪一步 不以我們的主觀意願改變 這個是讓我很震撼的 在這樣的一個不可停歇的技術跟進過程中 如何去避免負面的使用 兩年前有一個人大的議案 就是提議對數字生活中的老年輕心幫助 因為他們適應不了新科技 有一期我們是討論腦機接口 人類確實一直有這種永生的渴望 有點恐懼 哲學基石是堅持在死亡上 如果永生了 人類進步的內趨力 也會發生根本性的改變 它確實讓我們值得深思 我覺得人本身是造物主 一個最精巧的設計 坦然接受你的身體的變化 年齡的變化 每一天都是歡喜 對我就足夠了 那個人們是最新的一天 天啊 我最新的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